按照正常的身体需要看 一般是需要照料的老年人才会选择机构养老 但也有一部分健康老人 家庭条件不错 身体也很健康 对精神上的要求呢也比较高 希望融到老年群体当中 发挥自己的社会价值 像这位老爷子吧 进养老院就是这个目的 我从一天到第二天我就上班了 在那里就交代了 在有些人看来养老院的自由度不够 要受管理服务人员钳制 可在田大爷看来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 为什么田大爷选的养老院这么趁机呢 关键是人家有方法 田大爷看上的首先是 这家养老院位于郊区空气好 其次是周边配套比较齐全 养老院大多分为自理区 半自理区和不自理区 看似田大爷是到这儿享幸福 实际呢是到这儿来考察环境 我满意 可以说这也是机构养老的一个优势 对于半自理和不自理的老年人来说 请具备医护知识的人来照顾 比保姆更专业 我们也经过这个考试上考 要持双证呢 一个是民政局有一个护理员的一个证件 那么像这种规模较大配套比较齐全的养老院 怎么收费呢 就是收费标准呢 在比京市呢 我们执行的是中档的收费 保证金呢 从五万到三十万不等 五万呢 就是我们的房费呢 一包间住两个人 那应该在两千五到两千七左右 如果要是十万呢 我们的收费标准是一千八到两千左右 如果要三十万 我们的收费标准八百到一千二左右 比如说我签订了一年 我交了一二十万 我房租是一千八 我住一年我不住了 我要走 那我们把二十万 就是全部退还给你 按照会员费三十万 月房费八百元计算 一共一年的养老成本在三十一万左右 所以呢 这类养老院适合经济收入较高 家庭条件好的老年人 一购养老优点 生活条件较好 基本设施完备 医疗机构及设施齐全 封闭管理安全系数高 机构养老缺点 股变费用较高 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 但集体生活 仅是自由度不高 可以 可以 感谢观看